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 沉迷在天边吹过眼间 但脸下也像空里侧脸 又记得清风撩拨新鲜 树下的味道是你微笑 我捧着月亮偏来无恙 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哈喽大家好我是豪斯先生 我今天来到中路特区这边 那我今天来看大家看一个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建案叫做昭阳岳 那中路这几年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刚搬来桃园的时候 中路都还在整地的阶段 那所以其实中路简单来说 可以以三个公园 包含像风河公园 向阳公园跟水秀公园为主要的 那今天这个昭阳岳它的位置 我们就刚好在风河公园 在那个向阳公园这附近 算是在社区的正后面 那我们就来到这个社区看一下 那我今天有 也是先跟管理师这边先讲好了 所以我今天就来看一下 进来一样是有一个登记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大厅的区域 就是昭阳典型的设计 看一下它的社区中庭 虽然不大 但是它整理的算还不错 这边就来到这边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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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就是有百川凯燕 跟景都巴黎 还有这个全世界PK1的这个社区 然后我们去搭电梯 其实昭阳它蛮擅长做这种 算是现代的这种设计 你看它外面的包含像那种铁的格杂 然后还有这边这样的用料 我这样摸起来 这个像它这个是特别造型的 敲起来 这应该是干式施工的 那这是它的体厅 其实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好 那我们坐电梯到房子吧 好 我们搭电梯上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间 招羊月的房子 进来这边就是个客厅 看一下这个客厅的感受怎么样 把角度拉开来看 它本来本身是三家一房 所以 它是 这边现在改成两大房 这一间跟那一间主屋 对 对 那 这是客厅 那它房间本来是三家一的话 走到原本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位置 那 这边还可以再隔一间家一 所以这个门本来是开这边 这样走进去的左手边 那因为它现在就把它打通了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的感觉 那这是客厅 其实这个客厅也真的是很大 那我觉得像这种标准品啊 如果你 一定会希望公里 尾江客厅至少是大的 这个可以做一下四个人的这样的沙发 然后看一下 它的阳台 的景 那我们这一户是面中底的 然后晚上这个在前面这个 绿圆道这个部分还有光 然后对面这个百川凯燕 晚上的灯光效果也是做得不错 虽然我们是 一栋跟一栋基地在附近 但是至少我们彼此是有退缩 然后有洞具的 那采光的部分也还算可以 那我们先看 另外一个供领域 就是 我们从厨房开始好了 厨房它就设计 一字形的左右的柜亭 然后厨房的后面就是 泡洋台 泡洋台是很大 那我们看一下公共卫浴的部分 这卫浴有开窗 它用了一个很浮夸的 洗手台是不是很特别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主卧好了 这边其实都是他们的一些 用的东西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间主卧 主卧它还是有留一个前阳台 你一样可以在前阳台 站在前阳台外面去欣赏美景 这样子 那它设计的是有 这样的主卧 一张加大加宽的床 然后还保留一个更衣室 因为它等于是刻片 把原本的那间房间一部分 拨给它这样子 它还有一个柜体这样子 那这间主卧的 好处是 也是有开窗的 以标准来说 它的浴室也算是 够用 最后 我们去看另外一间房间 另外一间房间等于是 两间房间的打通 我们进去另外一间房间 那它这间房间的话 主要是等于是两间房间打通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窗户 这边也有另外一个窗户 那其实这样的设计的话 其实是你看整个衣柜 然后床是加大的 然后包含像书桌 其实整个的设计是很很宽的 你这样看 格局是很大的 那它这间都算是 简约的这样的轻装潢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中装潢 部分 所以格局是很容易看到 那好处 好处是我们保留这个 大面积的这个窗户 旁边是那个景都巴黎 然后这一个是全世界 PK-1的楼层 那我们这间好处是 它并没有盖到挡到我们 而是保留了这样的退缩距离 那外面的景色稍微看一下 那最后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于今天这间房子看完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那我带大家简单看完这间房子 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小心得 那以目前桃园区来说 这样这样的床滑区 大概仅剩就是中路跟小快溪这两块 那基本上大面积的树地基本上已经被开发完 等于就是桃园区最后就剩中路跟小快溪这两个为主了 那小快溪那边目前还是都还在预售跟就是 建案灯如火如土正在盖 那目前以中路来说开发的部分我觉得大概来到70% 能盖的已经盖了大概百分之六七十 或正在盖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这一个案子招阳月 它是招阳建设的2017年的作品 那这一间位在向阳公园附近 等于走路就会到公园 其实算蛮方便的 那我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些优缺点这样 那关于这间房子啊 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 那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部分是 原本早期这一间在盖的时候 它刚好是没有被旁边那个全世界PK1挡到 所以它刚好就是在公园正旁边 后来盖起来之后啊就有部分被挡到 那可能会稍微有就是公园第一排的这个 这个称号后来就被全世界带走 但是如果你说缺点的话 这个我倒不认为是缺点 因为当时这个社区在盖的时候 它本身就不是以面公园的思考来去着眼 它是中间是有规划一个 就是花园这样子的设计 那缺点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在于就是 这个社区它刚好在 众多的建案的林立中间 虽然它并不是非常靠近 因为基本上现在新式的建筑 它都必须要退缩 前面有人行道方子本身还要再退缩 还有路 其实动具是绝对有 不会是像之前新闻的超很凶的什么 动具只有30公分 这边没有 这边都有一定的动具 但是稍微就会觉得 这后社是在都市丛林的感觉 那可能景的话就稍微差一点 可能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动具稍微近一点 景稍微差一点 那第三个我觉得如果以这个区域来说 目前比较多工地都还在施工 所以会蛮多施工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只是短暂的部分 那讲完缺点或讲讲我看到的优点好了 第一个虽然它的格局是动过的 它是3加1房改成2大房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生活习惯来说 房间真的是越做越小 像这样子房间把它放大 其实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第一个优点就是 它虽然它也有更改过 它这样室内啊 大概连阳台大部分大概是36平 我觉得是相当的大这样子 那第二个我觉得它的优点的话 其实是格局很方正 那几乎是一个正方形没有缺角 然后格局方正 然后卫浴的开创 这是我们大家基本上蛮大的希望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 至于是不是公园第一排这件事情 我觉得阴忍而已 但其实真正住过公园第一排就知道 其实公园第一排有时候公园太少的时候 真的会影响的蛮深远的 那我觉得离公园近是绝对是好的 因为至少假设你有六个各方面 那至少它是方便的嘛 或者你去带小朋友去散步 或是去走路等等之类 我觉得离公园近就是个优点 那中午的这个规划主要是三个公园嘛 就是 峰河公园 向阳公园跟水秀公园 又以峰河跟向阳是比较大的 那向阳公园周遭的话 其实目前的建设的社区 其实也越盖越多 那其实这边也是那种 这种住宅区新兴向荣的感觉其实不错 那如果你有兴趣在中路特区 这边纯住宅区这边置产的话 如果对这间房子有兴趣 也欢迎跟我预约赏物 好那就先这样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